HELLO 晚上好 各位 這超級像那種 診斷心靈 療癒 治癒心靈的那種奇怪的台 的音樂 晚安 晚上好 今天也是非常的小樹 小樹 小當中 HELLO MASS HELLO 小阿關 HELLO 打蛋 HELLO 安琪 HELLO 晚上好 謝謝 HELLO 晚安 HELLO 晚上好 HELLO 企鵝 謝謝小阿光的風氏族 HELLO 卡丘 HELLO 齊悅 HELLO 洛克 HELLO 潘朵拉 HELLO 悠西洋 HELLO 阿K HELLO HELLO 謝謝潘朵拉的守護 許願品 謝謝安琪的原本相遇 謝謝 花花的心理箱 HELLO 星星 HELLO QK男子 HELLO 哭哭拉麵 HELLO 浩依 HELLO TIN HELLO 浮浮貓 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謝謝 HELLO 謝謝 HELLO 李猴子 HELLO 方方 草莓 是草莓 沒錯 這又不是第一次見這件睡衣 怎麼現在成文 謝謝MARS的那個 加入粉絲團 續費粉絲團 謝謝 YA 告白教 YO 謝謝好孩的行李箱 謝謝潘朵拉的守護許願品 對 謝謝YOSHIHERO的 緣分相遇 很久沒有認真的 Koharu Knight 有沒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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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也不是說 前面沒有認真 只是 因為原本 Koharu Knight Koharu Knight 一開始就是 一種就是 深夜電台 就是晚上啦 有沒有到深夜就是 那種 念念偷告啊 然後 呃 可能10點開始播 播到11點半什麼的 然後 播完就睡覺的那種 然後 對 然後就穿睡衣這樣 欸是不是也一年啦 差不多 這個企劃也 好像也沒有 但我記得就是 好像是穿 很厚的睡衣開始 是不是有一年了 那我長了顆痘痘心 大家不要那麼在意 所以那我把磨皮 開一下 磨一下 多一下 欸它會不見嗎 等一下 這個痘痘 不會 欸可以嗎 算了 好像不行 好吧 對不起 無視我這個痘痘 好不好 我有剛喜歡找的狀態 這個就是 剛喜歡找的狀態 晚上好各位 歡迎來到 有口海的那一集 痘痘我愛你 沒關係 不用沒關係 你今天就看我這一臉吧 這臉看起來好像沒有頭髮 因為我的包包好像在這 還是 把它換過去旁邊 就 長年 長年對 另外一邊 謝謝黑傑克德 到這邊 不是很順手 不知道會繞咧 謝謝黑傑克德 也很想你 這樣 看起來比較有東西 hello hello 晚上好 hello orange的大風 hello hello 北宮七夜 天啊下雨了 對啊今天完全是一個下雨的狀態 而且下雨好久了 下雨很久了 昨天雨很大 我昨天就是 聊聊近況 我昨天就是 出門的時候 因為昨天一整天都在下雨 我出門的時候 就想說 欸下雨 然後還忘記拿 雨傘 然後跟雲圈 因為我們差不多十天出門 所以我們就一起出門 然後 我們都忘記帶雨傘 然後就回去拿了一趟 然後 出門的時候 就是離開 有遮擋的地方的時候 然後 就沒有下了 就 那就沒有再用雨傘 就是 就這樣去 要去的地方 完全沒有撐傘 還是下午開始就 真的下很大很大的雨 就是 接近 接近暴雨的狀態 颱風吧 我覺得是暴雨 也沒有大很大風 就是暴雨 然後 我就 而且我忘記 我又忘記帶傘 就是我把傘放在公司 忘記拿中 然後我跟小三美琳一起離開公司 所以她就說 她就是 她借我傘 然後後來她說 這傘有點壞壞的 還是就給我 因為她覺得應該也用不了了 她去買 再買一把傘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是 就是 一人撐一把 這樣子 對 然後 結果 就是 到捷運站的時候 腳還是全是 就是很誇張 因為 早知道 因為我明明有帶另外一套衣服 可是真的是 我有 我有帶短裙 因為剛好有帶短裙 然後 但是呢 因為我是穿長褲 因為前面在練習 然後 就是其實也可以換 但 因為至少不會濕到衣服 因為濕到衣服之後 整個腳就很重 然後我整個褲 就是我長褲 然後 我基本上 整個腿都是濕透的 就是 但是你又一定要穿著那條褲子 因為就是 還沒有到家嘛 然後我就整個 整個褲 腳 都是濕的 就 可能不知道 只有一塊是乾的那種狀態 就真的是很誇張的大魚 非常鮑魚 然後就這樣回到家 支架好長 對啊 要 要吸掉了 快要卸掉了 請珍惜 對 最近就是一直下雨 然後今天 今天原本有出門 要出門 但是 那個 原本要 原本的 就是工作 就是 取消了 所以 也不是工作 原本的事情取消了 所以就 就沒了 就沒事了 就下很大雨 但沒關係 而且晚上 昨天晚上 因為 雨很大嘛 鮑魚 然後 但我沒有吃飯 就是我 從早餐 遲到晚上 到晚上 我都完全沒有吃東西 就很餓 然後看到那個鮑魚 其實就是 又很想要喝 熱湯 但附近沒有熱湯 只能用嚼的 然後就很抱歉 但 就還是叫了外送 但是真的是快餓 餓暈了 對 就很想吃 很想喝 很想喝湯 我就叫了四神湯 對 四神湯 然後 對 就沒有人接 因為 能夠理解 但是就是也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就是叫了外送 對 所以就 對 就等到了 很晚很晚 才喝了那碗湯 因為沒有人接湯 然後呢 然後什麼 然後因為 我很喜歡聽下雨的聲音 雖然 就是 大家都不喜歡下雨 因為下雨也不好 就是 外面可能很麻煩吧 可是 就是 因為聽到很暴雨 但是自己在家 就覺得很 就是很舒服 因為可以聽到外面的聲音 然後就 很晚很快睡 因為我就聽到 就聽到外面就是下很大雨 就覺得 很 很安靜 很舒服的感覺 偏冷 天冷 哈囉 晚安 這樣看起來 還是想要 看一下 這個所謂的美肌 我真的很看不順 有的痘痘 順便開個瘦臉 我好遠喔 好啦 算了 這不是一個重點 這真的是超級不是一個重點 把頭髮扯一扯 扯出來一點 看我的臉看起來沒那麼遠 好遠喔 好在意 好遠喔 好在意 好啦 KHR Knight 吃吃不開始 吃吃不開始 好醜 怎麼樣才可以讓臉看起來沒那麼圓呢 這很像綁起來 因為 哈哈 很像綁起來了 60A的睡衣嗎 不是 這個是 GEU的 就少了 算了 今天比較那個 今天就這樣吧 blblbl 不行不行 我不滿意 好煩喔 現在 大家看起來我一點很煩 就等於是我髮圈超大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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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 KHR Knight吧 好 好 首先我們第一個環節呢 就是 KHR聽你說 耶 這個KHR呢 就是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 其實 很多的投稿 那 這個環節呢 就是分享 你們最近的開心的事情 或是小小煩惱 小琴都想要聽你說的環節 那我們來看看 大家 有什麼想要跟我說的話吧 好 首先 第一個是 想請為什麼那麼可愛呢 謝謝 好 謝謝下一個 昨天我生日 生日快樂 耶 謝謝下一個 超好笑 先選 短的 好 好 我來看 認真看 認真看 好 剛剛不認真是不是 嗯 好的 十二月要聽第一次的 reset公演了 SAKURA的 好期待 耶 我也很期待 就是 十二月 說期待 其實就是 雖然其實 我覺得公演這件事情 每次跟你們提到的時候 就會說 喔 很期待 因為快到了 什麼的 很期待 之類什麼的 但其實 就是對我們來說 已經慢慢的習慣了這件事情 就是喔 就 快公演了 然後一個月 一個月一次 那種感覺 然後呢 對 然後十二月呢 就是 因為最近呢 也還是 還沒有開始 就是 練習 因為我覺得 像是我們一個月一次嘛 雖然已經 我們已經快一年多的時間 在跳reset的這個情況底下呢 就是很多老師就是 怎麼說呢 我們並不會把所有的心力 全部花在 reset公演上面 因為 就是 這個公演我們跳很多次了 我們 理應 已經要很熟悉它 不應該就是把 像是第一次練習那樣子 那麼的 就是把時間都花在這裡 我們應該要去就是 我們已經熟悉之後 可能就是 加強跟 就是 把 就是其他 就是經歷或是什麼的 發 放在 其他地方上 就是我們要更加進步的地方 而不是就是一直在 就是還在初期那種 雕舞 開始嘛 而且就是已經倒數了 就是 比起 就是 我們要很嚴格 就是很 還是很希望大家能夠 享受 剩下的 公演吧 然後呢 就蠻習慣的嘛 但我還是很期待就是 因為 越來越少 組的活動嘛 所以才會覺得 一個月至少有一次 有一個機會這樣子 跟大家練習跟 表演 跟彩排 還有三個部分嘛 可以見到面 然後聊聊天 這件事情 就是讓我蠻開心 然後也很期待 對 然後 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會 來看我們12月的公演 對 初次聽公演的我 禮拜日高雄見 謝謝俊生的 緣分相遇 而且 真的是老實說 一年 不是一年 一個月一次 還蠻久的 我其實 曾經有很 期待過 就是 以前呢 會覺得 因為AKB的公演是 每個禮拜都有嘛 就是 可能是一個禮拜幾次 也有可能 對 又或者是 一個禮拜一次 也有可能嘛 那 我們現在是一個月一次 就是變成 其實次數還蠻少的 覺得現在沒什麼主的活動的時候 還蠻想要一個禮拜一次的 就是很想要 很常見到大家 然後 就是 對 就是 可以聚一聚啊 聊聊天 然後開心的一起去完全見識 好 所以期待12月的公演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呢 是 這個月發票中獎了 中了900塊 哇 天啊 恭喜 我很久沒有堆發票了 而且 因為我一直沒有去下載那個載具 其實載具真的很方便一件事 我也不懂 為什麼我還不去下載一個載具的那個 發口 然後 但是呢 對 反正就是沒有嘛 我之前就是一直 一直收集那個發票 就是真的是一個一個去對的那種感覺 可是 現在就是 我覺得我也沒那個時間去對 上一次中獎已經是 大概是 嗯 去年的事情了 然後中了200塊這樣 嗯 恭喜 恭喜中獎的大家 每個月都對一對這樣子 嗯 好的 下一個 下一個是想要跟很久沒有見面的朋友說 我很想你 希望你的聲音可以傳達給他 你也可以去 其實很久沒見 你就可以去 找個方式 跟他 說個嗨說 就是我覺得大家如果 我覺得真的是人的 聯繫這件事情 真的很需要 就是 付出行動 其實有時候 真的不用怕尷尬 就是大不了人家真的不喜歡你的話 他自然就 就是 不回你吧 對 但是就是 如果你想要跟他取得聯絡的話 其實就是鼓起勇氣去問問就好 就大部分的人還是 願意去 就做一個普通朋友 願意去跟你 聯繫吧 其實就是 例如說 就直接說什麼 好久不見啊 又或者說 欸最近怎麼樣 反正是從最近怎麼樣開始吧 像是我很久沒有跟香港的朋友聯絡 然後 我回去 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有想過 就是 我們會不會見面之後有點難 難講話 不知道要聊什麼的感覺 對 然後 稍微有點擔心 然後有些朋友 就是真的是 他約我出來 就是因為我們是認識的 但是 我會害怕說 欸其實我們 我跟他 並沒有那麼的熟 就不是那種 超級好閨蜜好朋友這樣 但就是普通還不錯朋友 有擔心 但是 要想來想就是 反正就是先出去嘛 大不了就不講話 讓他講對不對 是不是 對 所以 但基本上 因為我是一個蠻愛聊天的人 對 就是大部分的情況 可能都是在講自己最近在幹嘛 的那種感覺 因為太久沒見了嘛 都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講 我覺得大不了就是 分享自己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 只要勇敢的去 開個頭 對 就是 大部分的人 就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有個很久沒有見的朋友 然後突然跟你說 你最近怎麼了 你最近還好嗎 什麼的 感覺 也不會怎麼樣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不用 不用尷尬 不用害怕 好 下一個 最近確診剛康復 幸好沒有什麼後遺症 除了有體力差的點 希望大家都可以見見看看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好好休息 身體健康 最重要 對 真的是 雖然我覺得 現在可能很多人的缺過了 確診過了 但是就是還是 得好好的 你知道就是 維持 你的健康 因為很多人就是 也不一定嘛 可能 惡缺什麼的 我覺得惡缺很可怕 希望大家都不要惡缺 然後 也希望就是 無論是缺人還是沒有缺人 大家都有身體健康 辛苦了 恭喜 恭喜 好好康復 好好那個 早日康復 大家 下一個囉 最近研究所 推增 放寶 雖然目前只有 倍二 但是好像滿有機會上的 好期待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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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耶 天哪 真的很棒 祝大家 所有事情都順順利利 我今天就是一個非常祝福的狀態 還有什麼呢 努力的讓自己每天睡足八小時 現在白天精神變好了很多 欸我真的覺得睡眠很有用 真的是 我建議大家真的 不要一直花手機 除非你早上很很很 就是很閒 你可以睡到中午什麼的 雖然我也不會 可是我 我今天睡到了中午 我覺得很誇張 嗯 雖然昨天 其實昨天沒有到很累什麼 一直流汗啊 沒有到 動很多 可是我昨天好像挺累的 然後 我昨天就 睡覺的時候 非常的沉 就是能夠感受到自己睡得很沉 有做夢 但是有點忘記做什麼了 但 因為我感受到自己睡得很沉 然後最近不是在 選舉嗎 然後就會聽到 外面會 就是 外面就會有人就是 大概通常都是 就是早上 然後就是有點擾人情 就是擾人情 擾人情夢嗎 不知道講什麼 呃就是 就是很吵 然後就醒了 醒了之後大概那個時候 大概是可能10點11點 我也不知道 確實時間是什麼 模模糊糊 我好像看到是11點 然後呢 但我還是睡著了 就是我還是很累 我就覺得 就是還是睡 我還是睡下去了 然後今天就 差不多1點才起床 對 對 所以就是 就是 我覺得 多睡真的會讓人 啊但是睡太多也不好 如果你一天睡12個小時以上的話 你身體會很累 對 但是差不多 差不多8個小時 7個 7、8、9個小時是蠻好的 所以 建議大家早點睡 而睡的時間也有差 大家 就是早點睡 然後睡夠時間 然後你第二天就真的會很舒服 嗯 敢吵我的 我都不投他 笑死 最近都5個小時左右 太少了 欸我給我 我給我自己的 最低標準是 6個小時 就是 一定要睡夠6個小時 除非工作 就是除非 沒辦法 但 就是 如果今天 當然 是要在 沒有事情的時候 就如果今天 我很晚睡的話 因為我不喜歡 超過中午起床 就 我不喜歡12點以後 才起床 就最晚 就12點 我不敢 我不想要1點什麼 才起床 所以 如果 我今天真的很晚睡的話 就是 我至少會把自己 至少要睡6個小時 對 我覺得 這是一個 我的底線 這樣第二天 才會比較 有精神 不然的話 就會很累 你會想要繼續睡下去 欸睡到小 睡太少 我覺得沒什麼效果欸 其實 嗯 OK 那 下一個 有人說 他小小的煩惱就是 睡眠不足 這幾天幾乎沒有睡覺 有好的休息品質 才會有好的身體 可以跑活動 希望我可以好好的睡一天 最開心的是 可以連續一周看到小偶像 每次相遇都是磁場最好的時候 謝謝你們散播正能量 但直播不一定都會到 剛好有活動 會再補檔 加油 謝謝 耶 希望你可以 多睡一點 睡覺真的很重要 哈哈 補檔什麼的 不重要 哈哈 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好好的睡覺 維持你的健康身體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關係拉得越長 就只要你有 只 只要你今天身體好 我們就有很多時間 很多機會可以見面 對不對 你身體不好的話 你可能就要去養病 或者是不小心睡著了 或者是說生病了 就沒辦法來現場 什麼之類的 就很可惜 對不對 我們要在最好的時間做 最好的安排 對 很重要 對 好的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其實 今天在開之前呢 稍微看過一下大家的訊息 然後就有位 嗯 就有一個投稿呢 他說 就是 他想要分享的是 不是開心的事情 而是傷心的事情 然後 但是他希望我不要 就是把所有事情都跟 就是分享出來 反正就是 他 就是 遇到了很多不幸運的事情 然後也很難過 然後 然後 先來想想 能夠讓他開心的事情 好像只剩下 關注TP的時候了 幸好有認識你們 不然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希望12月過完20歲 生日之後 會過得順一點 跟我分享的事情 都會是開心的事 然後 謝謝這位投稿人的 嗯 分享 然後 我覺得呢 就是 很難得 就是 其實我很開心 就是大家願意去 找我去 就是怎麼說 一點點發洩吧 就是 一個小窗口 能夠讓大家 就是 吐一下苦水 因為 我覺得 嗯 人生總是有很多 不如意的事情 有時候有些事情 也還真的不太想要跟 就是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對 如果 就是今天有 不開心的事情 然後 可以就是 打字或者是 純訊息 或者是一個小窗口 發洩出來是 蠻好的事情 會好起來的 祝他好運 對啊 大家都會祝他好運 然後 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很難過 就是 嗯 的確 有很多很不幸運的事情 但 我這個時候 就會覺得 沒有比現在更糟的時候了 對 越覺得糟糕 越覺得不會比現在更糟了 所以 就是 希望他可以 相信明天 但是呢 同時也覺得 希望他不要覺得 希望你 不要覺得 嗯 不開心是不好的 就是我現在很不開心 怎麼辦 我一定要讓自己開心起來 就是不需要這麼想 就是 的確遇到了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那就是不開心 沒錯 就是 希望你可以 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後 累的時候 就不要 就是那麼的 勉強你自己 對 希望大家 好好的 就是 再慢慢的振作起來就好了 對 然後呢 好 差不多這個 環節都 就到這邊了 我今天的口條沒有很睡 不好意思 但是呢 因為 現在就要播一首歌嘛 然後呢 我就找了一下 有什麼 好歌 那我就想要送一首歌 給這一位 現在很難過的人 也沒有到很難過 可能這樣講會不會不太好 就是 現在有點 我覺得 其實也很適合 每一個覺得 今天很累的人 然後這首歌呢 雖然是日文 但 這是我以前 很難過很難過的時候呢 會 很想要去 就是想要逼自己 發洩出來的時候 聽的歌 然後它是有一點 就是 它的意思呢 其實是有一點 想說 就是 累了就休息 就是 沒關係 對 的歌 然後如果我可以的話 就 可以去找一下它的歌詞 這首歌叫做 Irony 那我就播囉 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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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鐵 不 measures that play around that time never ever love this space 其身 audacity no meas спис前 transitions when solo and stop while i think so still i need him after blessing when i do when rappel never mind never mind n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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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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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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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